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Andy 还有来自咨询行业的Franc 大家好 我是Franc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呢 跟当下特别火爆的一个电视剧有关 那我猜一下 不会是32亿吧 老实 有勇气 去终 但是都好 但是都好 现在眼前的一切 不过30而已 就是30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点 有人认为30岁应该成家立业 有人认为30岁在当下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那么对于30来说是而以还是而立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下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说我们很多在海外的华人来说 其实大家跟国内的很多这种年龄段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尤其是来这边上学 去适应这个社会 他其实在30岁的时候 他其实刚刚是事业 是很多人是事业刚刚起步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对于年龄来说 也是要根据因地制宜 根据每个人普通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监讨的这块也是蛮有意义的 我们三个人里面就Frank 就他拿到了30岁 所以刚才我一直在 所以刚才我一直没说话 我就想说就是 是我们就是到30岁 到30岁之后就开始叼音的年龄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来解读一下 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年龄 虽然很相似都是90后 但还是多少有一点差距 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大家对30岁的解读 90年的Frank 所以你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 有没有觉得一个很大的变化 还好 其实我觉得从 应该说不是说 就是很多时候都很有意思 就是可能年龄 其实我一直认为它只是一个 它只是一个数字 其实你可能很多时候 你所感受到的变化 可能不是只是说在30岁那一天感受到 其实可能你28 29可能你就感受到了 那比如说有一些可能 比如我能感受到的 比如说我确实觉得 就是有时候体力可能不像 可能你刚刚毕业的时候那么好了 我刚刚毕业的时候 差不多24 25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能熬夜 我还能比如说做报告做到两三点 然后我第一睡一个觉 然后七点钟起来 然后可能几杯咖啡灌下去 我还能继续一天的工作 年龄大的之后 发现我如果熬了夜之后 第二天我可能一定要稍微晚一点起 然后我可能要第二天 我的生活一定要非常的规律 这样的话我是要缓过来 然后还有两天 我经常跟我朋友开玩笑 约上我的年龄的朋友 不知道你玩夜店吗 去夜店吗 去夜店 装什么装 我们都不去 我们都不去 少装 然后这个 我妈会太专闻 不怀疑 我那个看不着 以前上学的时候做作业 熬夜或者是工作什么的 体力觉得特别好 现在我真的是觉得拼不过 小自己两三岁三四岁的年轻人 对对对 包括去酒吧 其实有时候 继续说酒吧这个事情 就比如说以前 因为以前去那个 在读书的时候 大家知道 如果你要在国外的上学院读书 其实这个去跟他们出去玩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文化 而且是一个social 一个很必要的过程 所以基本上的话 加上我自己其实是一个爱去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快事 还加到一两点 那我们周五每课那个时候 所以周四周五周六 有时候我们三天 连续三天都出去玩 然后呢 连续三天的话 我出去玩之后 或者一两点钟 然后我早上可能八九点钟起来 我就我就起来了 一个咖啡一个干活 然后一个咖啡 然后可能你可以干活 I hate business school 这么多party的 超过的呀 你会知道的吗 突然有点后悔 多书利课的呢 是吧 是不是 起码这个量剪下来 然后我们寄给那个书利课好吗 可信了吗 但是寄在后面都这样 把这段也剪下来寄给I hate business 他们学生一周里面 有四天都在酒吧里 现在很多人去酒吧都是有 各种各样的目的 求婚啊求偶这种目的 到三十岁之后去酒吧 你的目的就很变得很纯粹 真就是想喝美酒 然后你不爱选择去酒吧 或一年因为太长了 想过你的三十岁是怎么样的吗 那还太远了吗 我现在只想 有有想过 我现在只想自己到21 22岁左右会是什么样 你是不是有点恍爆年了 不是有点 这很多 2425的样子了 对 可是我觉得我30岁的时候可能会 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 我有一个就是比较 就是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是希望说我30岁的时候 能够去不再为说所谓的 所谓的机会呀 就示意而去愤怒 可能更去做想做的事 那种田园的生活是非常向往的 所以我会希望说等我30岁的时候 我要和我自己心爱的人 在一起去振动花呀 然后自己不用去工作 然后每天想吃什么 就从院子里面就摘呀 就这种的 又田园的生活 然后就比较简单的一种生活 是我的30岁想做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30岁的好一点 就是说我可以享受生活 而且我可以afford 就是我可以I can afford it 就是我可以买得起 然后也没有人judge 而且又有清楚又有钱 干净的话怎么说叫 到了30岁上 无论男生女生就是说什么 就是包袱少了 包多了 鼓掌 我们那期在聊上次 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的时候 就聊到90后 虽然是都是90后 但是我们看节目 他那会儿都已经在看什么 或者露狗歌什么 我们那会儿都是看gossip girl 那个年代的 就是 心里被中了一刀 我们刚刚就聊的时候 聊的时候 唱那个周杰伦的那些歌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 有一些周杰伦的歌 其实都已经在那种老歌盘点 就是那种十周年庆 那种金曲那种词带里面 我也听到很多人去说 多少30岁 你失去了你的青春 你失去了一所谓的一种 谁告诉你30岁 失去我的青春大死吧 没有 是你爸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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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 一个马上三十一个 也是 然后可能对于30岁 可能我会希望说 用那种 就是对于人生的一种乐的 以及对于看待未来人生的更多的一种自如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30岁的所谓的恐慌 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像30岁那样 对于未来没有恐慌 这是我们对于30岁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说到我的心感 我觉得30 我觉得30岁就是 就是我记得很有意思 当时我在29岁的生日那天 我当时得到了一个offer 之前几天得到一个offer 是另一家公司 然后当时我在想就是说 如果说我在想说我25多岁 我可能觉得说是不是就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打电话 跟他去negotiate这个offer 我想想要更好的offer 什么怎么样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get back to me 回复我说不可以 然后29的生日那天我把他们拒了 然后就是一个选择的权利 我觉得就是一个选择的权利 就是你要选择yes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你想可能你需要机会 你需要那个 你可能觉得说社会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等你长大了 有了几年的经验之后 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30岁就这样 或者说随着你年龄成长 最重要一件事你要会选择学会说的 安迪是96的97的 因为安迪我们俩之前私下聊过 他觉得在他现在生活的这个状态当中 他跟很多人在职场上打交道 别人可能会因为他的年纪过于轻 然后他就会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就给别人一种不是权威的一个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安迪可能会 还会刻意的隐瞒一下自己很年轻的这个事情 都回到刚刚他看的那个电视剧的问题 他看的gossip girl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我都长得很大了 以后才看的一个电视剧 我gossip girl 我当时是高很清楚高二的时候 是不是是不是 我高二 我高中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六年级 还有五六年级的时候 不想跟他说话了 这一期 我惨叫了 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这期请的嘉宾 这个小姐姐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当时在想 我们开策划会的时候 娃娃共同的话题 我们就按我们小时候看的台湾的偶像剧 受到一些流行文化的影响 我们讲的一些共同的明星 还说康熙 对于三十岁会更在意 更更 有一点害怕他的道 无论是对于皮肤 还是对于社会的一些要求来说 可能我会觉得 女生在这一方面 会比男生更在意一点 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哈哈 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哈哈哈 因为你最后到的 就马上到 就是你现在 马上到 觉得我们现在上大学的时候 用的那些护肤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平民的价位和白菜的价位 但是现在的小妹妹 她们二十出头 就已经开始用一些贵妇的品牌 蓝沫儿啊 鱼子架啊 她们都在干什么 我在想是偷你妈的吧 哈哈哈哈 下手还下的怪怪的 哈哈哈哈 下手还下的怪怪的 就特别的精致 除了这些日常的皮肤保养以外 她们对这个医美的要求 还有很多的要求 就是逐渐的提高 就像我说的待机问题 以前可能人隔十年 她们对这个护肤啊 审美啊很多的东西 她说啊我一定要去美容院 或者怎样 但现在的小女孩 过个两三年 她们对这方面的要求需求 特别的高 现在我认识的很多 比我年轻的小姑娘 什么做那个线雕啊 然后做一些对 热马集 就已经就二十 都不到二十五 你不到二十五 你真的不用做热马集 但人家就愿意花这个钱 人家说十年以后见分晓 只要看看我们的脸 谁年轻谁老 哈哈哈 谁选择你自己美 哈哈哈 哈哈哈 回到这个女性三十岁的 这个话题上面 30 我觉得我身边很多的 在大城市的女孩子 还是更多的 注重在自己的职业上面 大部分回到 选择比较安逸的 生活方式的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呢 可能回到小镇上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催婚 对 催婚特别严重 所以你被催婚了吗 Frank 我觉得这个 哈哈哈 还得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 应该说应该说 我觉得其实到 只要你过了一定的门口 比如说你大学毕业之后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大学毕大学的时候 没有人对你任何的这些问题 就是学怎么样啊 毕业之后想干什么 一到一旦 这个过了大学之后 然后 一旦你毕业 开始工作之后 应该说 就开始开始问你各种各样的 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清单 然后突然间跳跃 那并不会说 你今天跟谁 就是就是你的 你你 或者说他们其实一开始可能 甚至都不希望你谈恋爱 在大学的时候 对 还会觉得早点 对 你先不要 所以说其实这个 这个跟这个 30这个 其实有点像 就是说好像是一到30 就是触动了某一个神经 或者触动了某一个trigger 就开始起 一系列的反应 但其实很多东西 跟赶KPI 什么 哈哈哈 最后一看完成 也得完成 对对对对对 在30岁之前 你还没有取得 在工作上一定的小有成就 对 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都会指着你的肌量股 让你每天饭吃不好 脚子不好 对 回国大 来我老舅的公司 干个什么司机 什么的 就是一到30 你就一下 立刻你就要成为manager 你就要成为管理层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 但是哎 没有办法就是父母 我们知道大家都是对我们好 其他姑八爷都是对我们好 但是我们的生意 我们自己做主 我们的职业 职业说实话 我也不是老板 对吧 也不是你们说的算 更不是我说的算 的 我们只能自己这样努力 成为这个时候 如你一分子就好了 对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节奏 我觉得很多人有可能是在30岁以后 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现在的30跟过去的30也不一样 所以说30岁以后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一点也都不算完 那么我们今天呢请来到这一期的嘉宾 她也是在30岁以后找到了她自己人生的方向 是从事翻译行业的Pansy小姐姐台湾人 然后欢迎她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Pansy呢她即使美国翻译协会中文分会会长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人在加拿大 她同样也是安省的 安省的法庭认证的口译 然后也是社区 错 是吗 是吗 她乱讲 她乱讲 我不知道 这个是安省的翻译协会 我是认证的社区口译 我还没有多少认证的法庭口译 我只是法庭 那你倒是加把劲啊 对不起 我努力 对不起大家 我一定敢换个加把劲 好 我们要对嘉宾耐心一点 那我们今天进到了嘉宾的这个环节 我们先来前面的几道快问快答的题 我每个人都随机问你一道 或者两道题 就很快的问 然后你很快的答 好 哪里人什么星座 我哪里人 我台湾来的 高雄人 然后星座 天明座 星序星 欧 喜欢吃什么的台湾想吃 呃 那个 当归 当归汤 我还是不知道 哈哈哈 为什么 热龙 今天跟葱友比较 我会说 会说几种语言 我会讲中文 我会讲英文 我会讲台语 我会讲一点点的日文 哪一首无语怎么样 哪一首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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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加入 他 啊 啊 啊 哇 来啦 老师 estado 安 安妮很苦 因為這個不算安妮的年齡的認知範圍 你剛才在美國很多國家都有一些關於這些 工作上一些經歷 他們錯選了多麼長期的去發展自己的試驗嗎 為什麼要選多很多 你知道我當年來多很多的時候我是哭著來 因為其實當初的時候在想到 你們剛才講到說29 我29要轉30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美國工作 然後其實就很迷茫 我還記得我買了一杯咖啡上面寫了29歲 然後當時在工作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的鬱悶 因為覺得自己好像也已經爬到頂了 好像也不怎麼樣了 也不會怎麼樣 反正就30了 That's it 你就開始真的很懷疑你自己的人生 是當了CEO了嗎 還沒 那時候 我的那一部門門打開 那桌子就我CEO 那你就開始很懷疑你自己的人生 說我現在快要30了 我到底要幹什麼 這樣子 那anyway 反正後來就覺得好像工作簽證也沒有什麼下文 我就後來就覺得 好吧 算了 聽我同事建議 然後就移民來加拿大 然後加拿大來了 就想說好吧 距離密西根也沒有太遠 我就開著車 然後我還記得 我就那天過海關的時候 我就這樣開著車 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子哭著就來了 你當初是聽你同事建議是嗎 後來你那個同事有頂替嗎 就是他其實不確實想把你幹掉 對 他也成為那個不軟的行動 他這邊有心機的時候 有心機去加拿大 對 那同事對我來講其實是很好 他就是那天在吃飯就看報紙 就講說 欸Pensy我跟你講 你不如乾脆去加拿大吧 那我就說 哎呀好啊 那我就來了 然後他自己留在了美國 對 哈哈哈哈 然後是他頭的那個CEO Lisa Lisa 他前門不是在說你 哈哈哈哈 Lisa你記住我 Pensy姐 我們這期節目做好了以後 一定要發給Lisa Lisa 哈哈哈哈 然後看這期節目 對 那我記得Pensy姐剛剛提到過說 在你的29歲的時候 你哭著來到了加拿大 這個時候你的心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那個時候頭上只有一個L Loser Oh no 對 你真的會以為自己 不是以為 你就認為自己是Loser 因為真的是以事無成 然後呢 很多人不是會有五子登科嗎 當年 其實到29的時候 應該要五子登科 房子 車子 金子 妻子 還有 還有什麼東西 孩子 那五子一直都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是 Total Loser 這樣子 所以當時Pensy 你當時你在美國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呢 我那時候在美國是做auditor 我不是那個會計auditor 如果我要是做會計auditor的話 我就今天不會坐在這裡 好嗎 哈哈哈哈 我其實就只是做那個quality management ISO9000 你們知道有常看到 質量體系的auditor 那其實在裡面呢 那個也是在我剛開始斷練翻譯的地方 在那邊呢 其實我花了四年的時間 做in-house translator 然後做in-house interpreter 這樣子慢慢的去累積 所以呢 其實有一種感覺就是事情是 things happen for reasons 從美國到加拿大來 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第一是因為可能我本身對加拿大 對多麼多那時候 整個生活環境也不大熟悉 還有沒錢 沒錢 然後租不起房子 只能去租一間小房間這樣子 你在美國很有錢嗎 也沒有 但是 在美國拿我媽的錢 但是到加拿大就自己不要 因為我媽叫我回去 我不回嘛對不對 所以那你就要自己 要巴結一點 他也就要巴結 巴結就是你這樣 就在公司那裡嗎 不是我還有一個妹妹 我妹比我有用多了 有用 有用 真的 我有用這個詞就是 by definition 就真的是比我有用 可不看起來 可不看起來 對 當你知道我妹念到博士 你今天是採訪過妹 還採訪我 採訪你 從30歲之後 找到了這個自己 特別想要的方向 我覺得好像是35位 有沒有一個什麼特別的一個契機 應該這麼講吧 就是說呢 當初第一次創業失敗的時候 當你銀行的存款只剩到400塊 然後房租付不太出來 連一個room都付不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是一種很當頭棒喝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睡覺明天就不要醒過來了 然後 但是呢 你後來就突然有一天 我就突然有一天就想一想 就想到我以前男朋友跟我講過一句話的時候 Hey You know one day you're gonna do this translation thing and then you're gonna be sitting by the bee You're gonna be here and there and then you can just do things wherever you want 好 那我就突然 哎呦 是嗎 然後呢 我就去上網去找 上這個課 口譯的課 然後我就開始做我的口譯 反應 為什麼沒有早一點 找到這個工作 不能講工作 我為什麼沒有找到這一條路 自己熱愛的這個風向 我覺得很多比如說 像這個 比如說當時像 比如說 創始人華 他其實 他其實進入到諮詢的時候 他已經40歲了 那其實40歲 其實技術諮詢行業很多人 其實是20多歲的時候 進入到諮詢 我跟華姐講 你說他40歲才進入 哈哈哈哈 真的40歲才進入 我覺得要跟年輕人講的就是呢 如果你要是可以很早就知道 你喜歡什麼的話 有沒有 我覺得用點心 用點力 去完全投入 然後投資在自己身上 因為呢 只有投資在自己身上呢 你才會得到最大的回報 年輕時候 我說年輕時候 有什麼樣的成本 我覺得年輕時候 是有失錯的成本 你可以試 失敗 然後你可以再開始 當然其實你 其實說實話 失錯成本 只要你願意去承擇那個風險 其實無論什麼時候 你都可以去嘗試 所以說當時拍戲 可能那個 當年沒有女世界 這種團體 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成功 你知道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如果要是 當時有女世界的話 有沒有 現在可能會幫我 省掉好多時間 省掉很多的 那些時間 可以去做其他 更多的事情 對 例如去喝酒 而且我覺得 我想跟現在年輕人 我想跟現在年輕人 分享的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你就是年輕人 我想現在 我想跟大家分享 跟我的年輕人分享一點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為什麼要讓 30歲的人 無論是多大年輕人 他們要去努力的 讓自己 找到自己身上的一個點 不要再在乎別人的東西之類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能不能抵禦 有一天我們停止 要去judge別人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就是我們永遠都要去找到說 我們要自己堅強 我們要抵抗這個社會 但我們這個社會 為什麼要給這些施加這些東西 20歲就有20歲的壓力 30歲有30歲的壓力 我們都過好自己的人生 我們對自己 對彼此都做一些更好 有善意的 說一些更有善意 更sportive的話 我覺得這樣才能是讓這個社會 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一個壓力 我們也就沒有 30歲的一個所謂的 應對 30歲的這樣的一個方式了 不需要的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去創造傷害 然後解決傷害 這是我想說的 大家一定要有安心 今天的這個心靈的解憂的節目呢 就到此為止 不許刪掉 這個怎麼撥出來 不許刪掉 來自這個做翻譯的時候 曾經我遇到過一個事情 因為大家都在想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迷思 講說 你只要會講雙語 你就一定會翻譯 錯 再來我要講 就是說 我先給大家一個背景資料 就是 我那時候在翻譯的時候 其實是在講到 政府在掃黃 那掃黃呢 你幹嘛 你晚上有兼差嗎 沒有 沒有 我可以說 你先喝什麼情緒 沒有真心 幫我去電解 幫我笑自己 你們兩個人 他們兩個人突然都 其實呢 當翻譯呢 我們還有一個心理素質要很高 你知道當你有時候 聽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保持淡定 不能笑 我一直想笑 他就會想不想說 不要聚焦別人 可是我說真的 有時候在我們心裡面 我們會不由自主的會去評判 會去評判 那時候他就在講到說 那個網站上面有好幾張照片 然後是按摩女 很多很辣的辣妹 然後呢 他們就開始問了 就問這個男的 就問他說 所以 你覺得 你在這上面 網站上面看到的這幾個女的 跟你那一天 遇到的那一個 有什麼差的事 然後你跟那個男的 就說了一句話 你們現在是翻譯喔 全部都是翻譯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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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那 他差了十萬八千里 啊 啊 啊 說一次 說一次 哇靠那一長相 可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他看起來更加壞了 他更加壞了 他看起來更加壞了 那一個人 不說是 那種幅照片 在網站上 來 來 我可以 他以為 網站相關了 你知道 這位小子已經加字了 他已經 F葉 是Ern 便利的 應該是 大兩極的 然后不是辣妹的那一种 所以不是图片那一种 你在哼哼那一种的 所以呢他就这样哇靠 你知道那可差了十万八千里 然后呢他呢他就在讲说Ugly right 你怎么知道人家Ugly 就你凭啥说人家Ugly 对不对 我不是有在现场的 对你不在现场 在扫黄的现场 你在扫黄现场 哦我不在现场 你就算不管 你是提神已经被抓到反复 你不管现在不在现场 你都没有办法去帮人家 去加这一个字 没有办法去加这一个字 OK那想好 那刚刚你是加 This is really different 他这个 way different 他是很小心的 但是呢他其实是 把这个register 你知道把它变得很平 你知道其实就好像 我很小心 我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呢那个口气没有出来 你知道在我的反应是 Holy sh** That was way off 哦 way off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想问就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合格的翻译 但我可能是听过了 潘西集的一两次的这种 就是对于行业的分享 对于行业的分享 可能我想成为一名口译 但我是蛮外汉 因为我没有经过 专业的系统和学习 那怎么样才能踏入到这个行业里 那我应该要这样讲说 其实努力翻译 我们也有教翻译 怎么做口译 我们提供口译员的培训 然后我们同时间呢 你知道 当然有一些mentor 你知道找一些前辈啊 来带着你 非常感谢我们的潘西姐 刚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口译行业 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底下会提供 潘西节目里翻译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话 请尽快联系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 我们再请潘西姐带我们做一点 或者教一点 呃对 台语这方面相关的小游戏吧 你们想到玩什么 还是 我就想学一句歌 就是那三分钟 天主点 我就想学这首歌 天主点 三分天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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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分天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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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已经笑了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女世界脱口秀的Circle圈子这个节目 那么在这期节目呢 很高兴和大家聊了跟三十的看法 然后也聊了口译的这个行业 我们的母力翻译的创始人Pansy 也分享了很多跟这个行业相关的经验 还有他自己很多有趣有意思的故事 当然我们也对三十岁 我们和两位主持人Andy还有Frank 对这个行业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解读 非常开心的跟大家能够有机会 讨论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呢 还会跟大家见面 期待我们下一期话题是什么吗 等待着我们的预告吧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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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